作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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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如說油性的頭皮 它可能會比較容易產生毛囊炎 就是類似像痘痘長在頭皮的狀況 一顆一顆的 有時候上面還會啟動泡 那如果是乾性的話呢 則是比較容易產生頭皮屑的問題 如果油性的肌膚的話 它的頭皮平均差不多一天要洗一次 甚至一天要洗到兩次的部分 那另外有一些是比較乾性的頭皮 它三四天再洗一次頭 油性頭皮的人 第一個要常洗頭 再來的話就是選擇適當的洗髮精 就是所謂清潔力會比較好的洗髮精 那裡面呢可以添加一些 譬如說它有甘草刺酸的洗髮精 這個對抑制頭皮的過度發炎是會有幫忙的 可以用一些比較清爽的頭皮的羊髮液去做一個使用 類似像說我們臉部出油的這個膚質的話呢 可以補水的話 它反而不會過度的出油 讓油水達到一個平衡的狀態 那如果是比較乾性的頭皮的話 可以用一些比較保濕舒緩的這些頭皮的羊髮液去做一個使用 而且在選擇洗髮精的時候 要選擇比較少添加一些刺激性的防腐劑的 和SLS這些化學成分的洗髮精